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非常宝贵的题目就是宣教与华人教会 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 而称呼尼杰的西面 福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链 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 我招他们所做的功 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他们就被圣灵猜遣就下到西流基 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 到了撒拉米 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 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 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 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 蓬勃新盛的教会 就是安提亚的教会 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五位领袖 在圣经里面说第一位就是巴拿巴 他可以说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然后有西面很可能是犹太人 还有古利赖人路球 以及分丰 是王西律同样的马链 也就是马链跟西律 是从小一直长大的 最后就是扫罗 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 是一个多元的教会 他们的肤色不一样 他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 他们的native language 他们本来的语言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可以同心合一的侍奉主 这个教会是向外开展的教会 所以神使用这个教会 让这个教会成为初级教会 传福音往外开展很重要的据点 在他们同心合一 进食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打发巴拿巴和扫罗 也就是保罗出去做宣教的工作 巴拿巴是主任牧师扫罗 可以说是当时最有恩赐 最有才华的领袖 神使用他们两个人 同心合一 把教会带到地中海沿岸 很多的城市 最后保罗把福音带到罗马去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思想 宣教跟我们的教会的关系 宣教是主耶稣的命令 如果我们认真地面对耶稣基督 我们祷告寻求 我们要实现他对我们的吩咐 我们就是一定要采取实际的行动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在最后召聚门徒来到他面前 快要升天之前 告诉门徒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 所以门徒们可以去 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而教会就从耶路撒冷 然后往北传 然后最后往西传 一直到达帝国的边陲 这张图是讲到保罗最后一次 被求从耶路撒冷出发 最后抵达罗马的情形 接着 我们来看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当时的神学院 培养的神学生 他们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到海外去宣教 所以当时神学院 给予神学生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神仆人 我们一定要认证地面对神 在基督徒在教会中间海外宣教的呼召 所以我们看这个马杰博士 在1870年的时候 他从Prinston神学院毕业 那个时候神学院的毕业生聚集在一起 他们都要唱这首诗歌 从格林兰的冰雪山 在家乡 真正的英雄不是真正人物 真正的英雄乃是宣教士 所以每一次宣教士从海外回来 在家乡教会里面做见证 成千上万的人都会拥挤到那个地方去 去听宣教士的见证 在19世纪下半月 至20世纪初期的时候 可以说 格林比亚宣教会 也就是现在的格林比亚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格林比亚圣经书院 培译的最多去海外的宣教士 今年是马杰到台湾宣教 150年的纪念 马杰在1872年的时候 抵达屏东 台湾的屏东 他跟当时的宣教士 李修住在一起两个月 了解台湾各方面的状况 所以今年就是2022年 在台湾许多的教会 特别是长老教会 办许多的活动 庆祝马杰在台湾的宣教 马杰的宣教不只是传扬福音 而且它包括从事医疗 然后把西方的制度 西方的教育的概念 西方的文化引进到台湾 对台湾的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下面我们要很快的来思想 四方面的真理 这四方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教会 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有意向的教会 首先就是每一个神所拣卷的儿女 我们不但是所谓的信徒 我们不但是做门徒 而且我们要成为宣教人 宣教人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没有一个基督徒例外 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 也就是都是宣教人 圣经告诉我们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亚起手 当时的安提亚的教会 每一个信徒都是门徒 每一个门徒都是宣教人 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神不一定呼召我们成为宣教士 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宣教人 宣教士有下面四方面的精神 第一个精神就是顺服 对神的命令愿意完全的顺服 第二不怕艰难 宣教士一生会遇到许多的艰难 坎坷打击 但是如果我们跟随神 我们也不要怕艰难 第三方面宣教士需要开创 面对许多新的环境 我们需要创意的思维 最后宣教士需要跟当地的人认同 我们就接地气 透过福音本色化 透过福音处境化 把福音的核心 福音的精髓传给当地人 下面我就稍微讲一下 陈维恩牧师的见证 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认识陈维恩 他是在台湾长大 十四岁的时候 他就去了加拿大 他读完大学以后 神就呼召他成为全世界的工人 所以他就去Gordon Cornwell 读道术 毕业以后 神就带领他到北加州的 三谷华人圣经教会去墓会 他是在英文堂墓会 后来神的灵感动他 让他考虑宣教的可能性 所以到2007年的时候 他跟他的太太就去了 巴布亚 牛吉内亚 那个地方去做短宣 有六个礼拜的时间 后来他们全家 就在2009年的时候 班道朗里去居住 去之前 这个师母就张悦池 得了内风湿性关节炎 但是很奇妙 当他们父母到了 巴布亚新吉内亚的时候 他的病就得到医治 那么究竟这个 巴布亚新吉内亚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地图 就在印尼的东边 这个巴布亚新吉内亚 这个面积 大概是台湾的十几倍 但是人口非常非常的少 只有还不到一千万 八九百万而已 那么这个陈慧恩他们一家 到了这个一个小岛 叫做BM这个小岛 这个BM这个小岛 你看这个红点 就是离这个大陆 坐船就是150公里 是一个非常偏僻 非常落后 原始的一个岛屿 其实面积也很小 就是直径只有三公里 而且中间有一个火火山 他们去这个BM这个岛的时候 他的大女儿只有五岁 小女儿十三岁 而且两个小孩 对那个虫的反应 都非常的厉害 所以他们在那边就被虫咬 非常非常的辛苦 后来他们都得到了涅疾 那么晚上睡觉之前要擦药 而且用绷带 把那个伤口包扎起来 他们在那里也会遇到一些打击意外 甚至受伤 这个是讲到 他们要送一个得到费结核的土柱 到医院去 结果途中又匪徒 把他们的车子拦住 然后把他们痛打一顿 在他们宣教的过程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不幸的事情打击 临到他们 就是张悦慈师母 他后来得了这个颅腺癌第三期 后来癌细胞甚至转移到全身 但是神很奇妙 保守他 看顾他 我在2018年的时候认识成为恩牧师 那个时候他做见证 其实他的太太情形非常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常常在网路上关注他们家的情形 特别是关注这个程师母 就是张悦慈师母 一直到现在 我还没有看到任何有关 这个张悦慈师母 被主接去的消息 我们不知道 神怎么样引导这个家庭 但是他们在这个 Bian这个岛 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他们从灵开始做起 他们学语言三年的时间 然后翻译圣经 然后开始教导圣经的真理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然后经过罗族观点以后 他们就案例长老 这是2016年 也就是说他们在那建立教会 大概五年以后 他们就案例长老 甚至他们这些长老就被拆派到附近的岛屿 继续为主宣教做见证 成为恩牧师 他现在是Radius Asia 训练中心的总干事 所以他经常有机会被邀请 在一些宣教大会里面 为主做见证 也经常被邀请在台湾的教会里面 做见证分享神怎么样 在他们全家所做奇妙的事 鼓励很多的年轻人 献身为主宣教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安提阿的教会 我们可以比较耶路撒冷的教会 跟安提阿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 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第一个教会 也是安提阿教会的母会 耶路撒冷的教会可以说是从文化上 从肤色上是比较一致的 是差不多是单元的文化 因为主要是犹太人的文化 西伯来的文化 虽然在这个教会里面 有些人是比较 喜欢讲希腊话 有些人是比较喜欢讲亚兰文 讲希伯来语 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是犹太人 所以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特色 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成长得非常的快 所以他们花很多的时间 需要去巩固教会的内部 让教会合一 而且要做很多的扎根 门徒训练 圣经教导的工作 所以他们整个的力量 比较是向内的 比较是内向型的教会 可是到了安提阿教会的时候 安提阿教会基本上 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 而且神带领他们 把眼光向外看 所以安提阿教会可以说 是一个外向型 外展型的教会 是一个多元文化 多种语言的教会 但是在这样的教会里面 神就可以兴起一些人 对宣教有负担 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 多元超越文化宣教的经验 所以神可以打发他们到远方去 为主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 我1979年在台北年龙堂 侍奉主 1979年到85年的时候 我就读到很多有关 赵世光牧师的故事 赵世光是林良世界布道会的创办人 那其实他是跟其他 五位的同工一起创办 1942年的时候 那一年他只有34岁 很年轻 不过他创办教会的时候 就把这个所谓的地方的教会 就是那个时候教会就在上海 乌鲁木齐路 那么在那个地方性的教会里面 取名做林良世界布道会 英文叫做 林良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也就是说 这个教会一成立的时候 赵世光牧师的眼光 就是向世界看 所以他希望有一天 能够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去 他那个时候在上海 经常有机会 向上海的犹太人传福音 所以他从年轻的时候 就培养自己 有这个宣教的负担 宣教的行动 那个时候在47年到49年的时候 中国经历了这个内战 就是国共的战争 情况非常的混乱 但是林良堂在上海 就派了两位宣教士 一位叫阮传真到印度去 另外一位就是周祖培牧师 到印尼去 那么神就让周牧师到印尼去 学印尼话在那边建立教会 也是向印尼人传福音 1956年的时候周牧师就到美国 禁修 那个时候他年轻 只有31岁 那么他读完神学以后 其实他就读这个 Columbia Bible College 所以他是Columbia Bible College的 校友他的儿子 周大卫牧师也是 所以在1963年的时候 周牧师就跟蔡西惠夫妇 他们共同创办了 基督使者协会 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呢 因为透过赵世光牧师 他所带领的这些 他的门徒 他的学生 他的信徒 都有宣教的负担 宣教的意向 周牧师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到了美国 他在1983年的时候 就开始了这个 第一届的华人宣传 猜传大会 那么CMC 就是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Conference 那么三年一次 在最近这些年 就是每三年 在不同的地方 本来是三年一次 都在东部 后来就是变成说 这三年 一次是在美东 一次是在美南 一次在美西 那么透过宣教大会 就让很多 在美国的 华人基督徒了解 究竟神在全世界 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也透过这个宣教大会 呼召了不少的年轻人 他们现身 从事宣教的侍奉 八十年代的初期 我在台北领养堂 那个时候 我们的同工 就已经在谈 我们要怎么样 在台湾展开 职堂的运动 因为职堂 可以说是神 在地上 拣选 他的百姓 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透过职堂 可以领人信主 透过职堂 可以把上帝的荣耀 能力彰显出来 所以不久 他们就盖了 这个林良宣教大楼 林良宣教大楼 也就是说 我们的目光 不只是看台北 我们的目光 不只是看台湾 我们的目光 是看向全世界 以后他们就在 全世界职堂 目前他们在全世界 就建立了 六百二十几间的教会 他们在非洲 有一百零四间的教会 如果你去上网 看他们非洲 所建立的教会 在十七个国家 主要是在三个国家 就是在多哥 在加纳 还有在贝南 这三个国家 其实大半都是黑人 在那里聚会 所以他们的牧师 基本上都是黑人 讲非洲话 讲native language 就是非洲的当地 土著能够听懂的话 所以透过这种职堂 就做了跨文化宣教的工作 那么 1995年 我因为定了 这个Mission Frontier 所以1995年 9月10月的Mission Frontier 就介绍在瑞士安娜州的 一间教会 这间教会是在Baton Luce Baton Luce 就是瑞士安娜的capital 当时这个教会的名字 叫做Bathony World Prayer Center 就是Bathony 世界祷告中心 后来就改名做Bathony Church 他们现在有好几个campus 在这个Baton Luce 这个城市 还有在旁边的New Orleans 那么这个教会 是从小小的 家庭开始 这个教会的创办人 叫做Royal Storksteel 一开始的时候 在他们的家 只有20个人聚会 后来神就祝福这个教会 慢慢这个教会 就变成几千人的教会 以后这个Royal Storksteel 就把这个主日牧师的棒子 交给他的儿子 叫做Larry Larry在他三十岁的时候 他就做了这个Bathony Church 的主日牧师 在他做主日牧师的时候 他就让这个教会 成为蓬勃兴盛 而且有意向 有眼光的教会 等一下我们特别介绍 在这个Mission Frontier 也就是1995年 9月10月报道 这个教会的一些特别的情形 那个时候 他们猜传的奉献 每一年就是200万 他们不但是 猜传的奉献 在1995年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200万 而且那个时候 他们是在建堂 就是之前 他们是在建堂 他们那个时候 在建堂的时候 同时鼓励 弟兄姊妹 在猜传上奉献 93年1月的时候 所有盖礼拜堂的钱 都付清了 在这个教会里面 他们做了 2000个 未得群体的profile 也就是让人知道 全世界 没有得到福音的群体 有2000多个 他们做了 2000个这个profile 这七方面 是当时他们建立教会的 一个特色精神 第一个就是 他们要建立神的国度 他们不是建立一个教会 他们是有国度的心胸 国度的眼光 第二 他们要让教会 成为一个真正祷告的教会 所以在 九几年的时候 他们的教会 已经有 24小时的祷告 也就是差不多 30年前 他们的教会 每一天都有祷告 24小时没有间断 然后他们是 尾声向自己的城市传福音 第四 他们尾声向世界宣教 第五方面 他们和其他的教会机构 联合起来 向全世界传福音 第六方面 他们希望建立 有相同心智的教会 就是 Multiplying like-minded churches 这是第六方面 第十就是 他们每十个细胞小组 认领一个位的群体 在1995年的时候 他们教会有 300个细胞小组 他们有6000人 也就是说 每一个细胞小组 有20个人 那这样的话 他们就认领了 30个位德群体 Larry Mons 在神面前 实在是有很好的榜样 他大学毕业以后 他先去西非 做了两年的宣教士 后来他回到他的教会 跟他的爸爸 一起学习 怎么样幕会 他做了五年的父母士 83年 当时他只有三四岁 就做了这个 Bethany教会的主任牧师 在他做主任牧师的期间 他们奉献给宣教的钱 达到了6300万 那么他鼓励 他的同工 他的父母师 也出去建立教会 所以有28位的父母师 跟他学习 怎么样建立教会 怎么样拓制教会 所以这些牧师就出去 从Bethany教会出去 按照这些原则 来建立教会 其中有三个 后来他们的教会的会众 都达到了8万5千人之多 Larry 牧师 在他48岁的时候 也就是他做主任牧师 做了18年之后 他就在教会里面 推行了一个叫做 Search Project Polong 计划 这个Search Project 也就是希望在全世界职堂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进他们的网站 去看这个Search Project 这个Search Project 到了2015年的时候 已经在全世界 职了两万两千的小教会 然后他们训练当地的同工 因为当地的同工 已经会当地的语言 然后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带领当地人心耶稣 所以很快 这种方法非常的有效 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 他们就在全世界 建立了两万两千的小教会 他自己写了一些书 其中有三本书 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第一本书就是 怎么样建立教会 这个题目叫做The Self-Chair 怎么建立一个小组的教会 细胞小组的教会 第二 他很具有代表性的书 就是渔民 Random 很好的教训 也是看他爸爸的榜样 他就知道怎么样 在神面前做一个正直的 讨神喜悦 生活圣洁的牧师 然后对他的会众 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然后他也是让弟兄姊妹 学习承担责任 在教会里面有这种 mentoring的制度 就是属灵导师的制度 有这种shippering的制度 有covering这样的制度 所以神通过这个search project 就是波浪计划 让这个教会 可以帮助全球 几万间的小教会 让他们经历到上帝的大能 第三方面我要谈的 就是什么样是宣教性的教会呢 宣教性的教会 可以说是在异文化 或者多元文化的环境中 教会事工的思考 设计跟安排 总是如何有效应得周遭的人 归向基督为考量 就是说整个教会的思维 是围绕怎么样可以为主的人 不然是可以得到本地的人 也可以得到全世界 各种不同主义的人 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 也包括看新约圣经 万民万主是很重要的词汇 不只是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需要向万民传信 在旧约即使神礼经 透过先知把这样的真理 把这样的概念教导他的子民 在美国过去这五六十年 有几波的教会的运动 第一波就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叫做教会更新运动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就是教会增长运动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就是教会效率的运动 九十年代到公元两千年 当时有健康教会的运动 还有新兴教会的运动 这两个运动同时并行的 从二零零一年一直到现在 可以说就是宣教型的教会运动 在全美各地 甚至全世界展开 我有一个同学 他跟我是在Trinity 是博士班的同学 叫做McCoon 他本来在新疆侍奉主 在新疆大学教书 他在那边做宣教士 过去这几年 他去了台湾 其实他不是在台湾出生 也不是在台湾成长 但是他对台湾特别有负担 他去了高雄 几年前我太太遇到他 他说他就是要把宣教型的教会 带到台湾去 而且他在台湾的高雄 建立一个宣教型的教会 我们感谢主 其实每一个教会 都应该是宣教型的教会 过去这二十年 有很多的书 可能超过一百本的书 都谈到 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 Missionary Church Missionary Church 有四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要知道神是一位宣教的神 他猜教会进入世界 过去以为 我们在教会里面 是猜人进入世界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其实教会已经在世界里面 教会已经在一个 Mission Field里面 我们的神是一位宣教的神 God is a God mission 第二方面 我们需要神国度的观念 我们当然要宝贵我们的教会 要注重我们的教会 要建立教会 但是我们更要有国度的观念 很多时候我们的事工 跟教会不一定有关 我们去建议做探访的工作 我们到海边去做渔民的工作 这些人信了主 不一定到你的教会 我们做媒体的工作 很多人信主 他们不一定会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拆派宣教制出去 那这些人在外面 带领很多人信耶稣 这些人不一定会 跟我们教会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我们需要有 上帝国度的概念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世代 被神使用 下面我们看 对不起 第三宣教型的教会 是道成肉身的施工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学习 像耶稣基督一样 愿意受苦 愿意放下身段 愿意接地气 然后让我们 与那些受逼迫的 被轻视的 被排挤的人认同 然后把福音传给 我们周遭的人 先从我们周遭的人开始 然后我们看这个世界 有没有什么是被逼迫的 好像战争难民 政治难民 各式各样的难民 充斥在这个世界 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 让教会有负担 让教会能够采取一些行动 像耶稣基督一样 道成肉身 以苦难的世界认同 第一次方面 宣教型的教会 是很注重内在的生命 所以宣教型的教会 需要让每一个信徒 成为门徒 discipleship 除非我们让每一个信徒 成为门徒 不然的话 信徒不可能做宣教人 最后我们很具体的要谈 教会怎么样可以走上 这个宣教型教会的路 首先就是我们要认识 我们的神是宣教的神 在这里你们看到 有一个图 就是周熟慧牧师 周熟慧牧师 现在已经年纪很大了 85岁到90岁之间 周熟慧牧师 他在199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还在甘线台湖教会牧会 跟他的先生到罗马去 后来他在罗马的时候 神给他看到一个意象 那个意象是地球悬在空中 有两位天使拿着冠冕 来到他的面前 神就透过天使跟他说 我要差遣到全世界去传福音 你若顺服 必有冠冕为你存留 95年他结束的幕会 他就创办了 普世丰盛生命中心 那你可以上网去看 普世丰盛生命中心 他们已经在全世界 主要的大洲都建立了教会 在俄罗斯 在中亚 在东欧 在欧洲 在东南亚 许多的地方 都有他们 同工 宣教士在那里建立教会 把福音传给 不同文化的人 不同主义的人 我们刚刚已经提过 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 是宣教的神 神的心是 拥抱 万民万主 神是希望 万民万主的人 都能够蒙恩得救 所以我们需要有神 那样的心 来拥抱 万民万主 第二我们要不断地为宣教祷告 你可以去采用这个宣教日影 宣教日影 他们就是这个万民使命团 他们出版的 你可以上网去找 他们 你可以寄到 你家 你可以按照宣教日影 的里面的一些 instruction 内容 来为不同的 为德之名祷告 我自己是 订购这个Mission Frontier 我订购Mission Frontier 已经30年 那最近这几年 Mission Frontier 他在 这个杂志的后面 都提到 怎么样为 这些 为德的群体祷告 这是 这个月 就是2022年 4月 4月1号 为哪一个 为德之名祷告 4月2号 为哪一个 为德之名祷告 在4月份 有好几个 为德之名 是在中国 我们知道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 有很多都是 为德之名 是unrich people 第三 我们可以请宣教士 来分享 做见证 这里提到 这个中华福音使兵团 他们是在香港 他们派了很多的宣教士 到东南亚去 我 读过这个 伯格里的故事 伯格里是 他到中国的云南那边 传福音 带领很多的苗人 信了耶稣 他可以说是苗人的使徒 那伯格里本来不是要做宣教士 但是有一天 他在英国听到 戴德生牧师的见证 他很受感动 他就放下自己的计划 放下自己的前程 他就到了中国 后来到了云南 后来进入了 这个石门坎那边 带领很多的苗人 信了耶稣 下面很快地讲 就是这十个具体的做法 第一个就是 透过竹路学 竹路学要从儿童就开始 教导他们普世宣教的概念 让所有的儿童可以认识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国家 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如果你要讲这个民族 这个ethnic group 更多更多 然后如果成人族选 就可以请他们来上 这个保卧时机 或是上这个宣教新事业 这两份的材料都非常的宝贵 能开透我们的事业 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可以进行宣教的事工 第二方面就是 让教会的牧师 无论是堂会牧师 主路牧师 带领会众 每一个主日 为一个国家 或者为一个 卫德群体祷告 我有四五年的时间 在中府 就是这么做 每一个礼拜天 我带领会众 来带领大家 为一个国家祷告 那么教会也可以认领 这个卫德之女 unrich people 我刚刚已经介绍 Bethnic Church 他们认领了 30个unrich people 在1995年的时候 我不知道后来 他们认领多少 卫德群体 我相信 我相信 今天还有一些 卫德群体 好像 陈维恩牧师 去了这个BM 他们的人很少 还不到2000人 但是他们是unrich people 所以我们需要 认领一些 卫德的群体 就是 二十几年前 我认识 这个David Hall 他大学毕业 他还是做事 做了几年以后 他蒙神呼召去读神学 后来他就加入OMF 去了这个中国的布衣组 布衣组 我也上网去查了 这个少数民主 他们有差不多 八九百万 那么多 但是真正信主的 是非常非常的少 对不起 他们是有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 那么多 接近三百万 所以在布衣组那边 还是有很大很大 福音的需要 第一是 就是我们很多教会 都有这个团契 我们可以让不同的团契 来认领不同的宣教机构 在北美就比较 有名 有影响力的 这个做 做广化宣教 机构的单位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不是丰盛 还有国际广化协会 还有华传 就是普传会 还有中信 中信是最早 王永新牧师创建的 第五方面 我们就是要 办这个宣教年会 这个海报 是台湾的一个教会 叫做武昌教会 在高雄的武昌教会 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 他们办拆船年会 所做的海报 他们在那一年 他们教会已经拆办了 十位宣教士 去做跨文化的宣教施工 虽然他们的教会 已经有五千人 那个时候 2015年的时候 不过他们觉得说 他们需要在宣教的事工上 进步再进步 第六方面 就是我们需要提高 这个宣教的预算 最好如果我们的华人教会 能够提高到20% 那就太好了 就是如果宣教预算 是我们经常费的20% 我很多年以前 读过有关 安来汉这个爱的教会的 见证 这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去找一位牧师 这个牧师 后来做了他们的主任牧师 这个牧师说 你要请我到你们教会来 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 就是希望 我们每一年 我们要用百分之五十的预算 来做宣教的事工 第七方面 就是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 投入宣教 先从短宣开始 像这个陈维恩牧师 他也是先从短宣 去这个巴布亚 新吉内亚 六个礼拜以后 他就对那个BM 那个小岛非常有负担 在南加州 很多的教会 都带着弟兄姊妹 来到墨西哥去 到墨西哥 神 Temor 那个地方 很多教会都去 那个地方做短宣 那么 在尔湾附近 不少教会有去 那个地方做短宣 他们回来 都学到很多的功课 体会 什么是宣教 其实 虽然就短短的一天 或者是短短两天 甚至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体会 什么叫做 做跨越文化的宣教的施工 那么如果教会的规模 比较大 经费比较充足 可以带领弟兄姊妹 到世界各地 以前我在 通人士尼洋堂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到Trinity去 我们到俄罗斯去 到瓦邦去 后来他们又去了欧洲 到Germany去 到了这个 匈牙利去 也到了这个英国去 后来也去了中亚 去了南美洲 去了尼泊 去了印度 也去了中国和台湾 那么当我们带领弟兄姊妹 到世界很多不同地方 去宣教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怎么样可以靠主的恩典 做一个宣教人 第八 我们不但是 一年有一次的宣教年会 而且我们要经常的 挑战信徒 做跨文化的宣教师 其实在洛杉矶 我们常常会碰到 不同族裔的人 我们就可以跟 这些不同族裔的人 传福音 用英文跟他们做见证 就是在当地 我们就可以学习 怎么样做一个 跨文化的宣教人 第九 我们就叫定业有关 中英文的宣教师 我刚刚已经介绍 Mission Frontier 其实还有很多 英文的刊物 那么如果你要对宣教 做比较深度的研究 你可以定 这个International Britory of Missionary Research 这是非常好的 有关宣教的研究的刊物 最后就是我们可以 动员弟兄姊妹 去参加各种 超教会的 猜传大会 好像我刚刚介绍的 CMC 实则他们每年 都办 因为在不同的地点 过去是三年 一次 现在是每一年都办 那么因为 这两年疫情 所以他们就在 往上办 去年有 就是2021年有 那么今年 我还没有看到 任何的消息 那美国有 Urbana 就是三年办一次 Urbana本来是在 芝加哥 后来 搬到 Kansas 那最近又搬到 这个 Indiallapolis Indiallapolis 是在 Indiana 那么 今年 12月的时候 他们仍然在那边 办宣教大会 透过宣教大会 可以鼓励 可以呼召 很多的年轻人 因为去参加 Urbana宣教会议的 都是一些大学生 主要是大学生 所以我们感谢主 在这个世代 动荡不安的时代 黑暗的时代 光怪陆离的时代 群魔乱舞的时代 所以你可以拣选 很多的年轻的 器皿 在世界各地 在魏德群体中间 做美好的事工 那今年在台湾 有青年宣教大会 从1979年 一直到现在 已经四十几年 每一年都有很多 年轻人现身 有一些人 是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那么今年 也有Asia 2022 那他们应该是在 曼谷 在泰国那一带 会办这个宣教的会议 把一些 有宣教恩赐的一些领袖 聚在一起商量 也是鼓励一些年轻人 考虑未来的时间 可以投入宣教的侍奉 我们感谢主 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死在十架上 他用他的宝血 来救赎我们 他为我们付上 生命的代价 有一天 耶稣会问我们 我们对于大使命 尽了多少的力量 求主联名我们 来透过这篇信息 能够祝福我们 所有的弟兄姐妹 让华人教会 能够真正不辜负 耶稣的红恩大爱 每一间教会 都成为宣教型的教会 在南加州 有一个牧师 叫做Greg Laurie 他每一年 都办这个Crusade 他自己有一个教会 就是Harvard Church 那么他都带领许多人 信耶稣 那么这个Harvard Church 已经办了几十年 他们透过这个Crusade 每一年都有几千人悔改 接受耶稣 做他们个人的救助 我们求主把那个 布道的灵 把宣教的灵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以至于未来的时日 我们可以看到 北美的华人教会 有更多被主兴起 可以投入 普世宣教的行列 我们感谢主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主让我们能够 定睛在你的身上 知道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外 我们再次把自己献上 在这个弯曲悲谱的时代 在这个战争 风云密布的时代 主让我们知道 你才是和平之君 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没有必要的出路 除非认识你 接受你 做我们地上的君王 主啊 我们仰望 我们把每一间教会 把所有教会的牧师 传道同工 长老知识 都交在主的手中 主啊 与你的灵 充满我们 以至于我们每一天 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自己 不是为自己的前途 还是为福音 为你的国度而活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